希腊影片《暴力小姐》于第七十节维尼斯电影节首映 本届维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已经出现了五部反映家庭暴力主题的电影 而暴力小姐因呈现了跳楼、自残等镜头 是其中最能引起观众不适的一部作品 影片在婚乐中开场 一家人其乐融融为11岁的小女儿庆祝生日 而小女孩却趁大家不备纵身从阳台跳下自杀 这个突如其来反差强烈的场面暗示着 在表面和谐欢乐的背后隐藏着见不得人的秘密和悲剧 原来在这个由祖孙三代组成的家庭中 祖父是绝对的统治者 对家庭成员有完全的控制权 在他暴君式的统治下 家人等级鲜明 就连就餐时间沐浴次数都有着严苛的规矩 不仅如此 祖父还逼着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卖淫并且乱伦 这一切最终逼得14岁的姐姐用刀自残 而11岁的妹妹跳楼自杀 这部电影改编自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故事 家中禽兽般的祖父已被捕入狱 导演阿拉纳斯说 自己在德国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就决定要为这些被家庭暴力与强权压制的孩子们发生 在祖父死后 祖母像祖父生前一样端坐在沙发上 并向家人发号施令 针对这样的循环往复 导演阿拉纳斯表示 需要有人真正站出来 停止家庭暴力的循环 我认为 问题是 如果有人不断断 或者在这个周围 这些事会永远继续走 这是一个问题 77年出生的年轻导演阿拉纳斯 获得了全体演职人员的支持 尽管全组人员都在拍摄过程中变得轻度抑郁 但他们希望能进行一场反对家暴的革命 有人说 暴力小姐中包括跳楼在内的所有伏笔都太过刻意 但片中男女老少的精彩表演 以及前卫实验性的叙述手法 使暴力小姐为维尼斯影展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 也成为了当今欧洲社会危机和家庭危机的一个象征性代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